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进一步是扣进了首相的宝座 从星期六晚上到今天早上不到40个小时内 安华已经非常快速的宣誓成为国会议员 现在就为他准备攀上政治高峰做最后的准备了 这次相隔20年之后 安华重新以执政党的身份回到了国会 当然过去的20年 安华都是反对党的议员 所以想要问一下我们的蓝主编 你对于这一次波德森补选的成绩有感到意外吗 坦白说其实我有一点点意外 因为投票率只有58.2% 但是安华的多数票就23000多张 比509大选公正党获得的17000多张多数票还要多 而且上次的投票率是83% 这一次只有58% 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 509大选公正党的得票率大概有整40% 换言之说每10个人出来投票的话 就有4个人是支持公正党候选人 而这一次的补选得票率是78% 就是说10个人当中有7个人出来投票 是支持安华 所以他的票数是相当大 也赢得非常的漂亮 那么当中就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就要感谢巫统不参选 把这个人情卖了给安华 也间接帮了安华 因为509大选的时候 国阵那个时候是由国大党来上阵 当时国阵获得的票数是18000多张 那么随着这一次国大党不竞选 那么巫统也不竞选 那么相信大部分的国阵的支持者 而且当中是以巫裔为主 当中很可能都是巫统的支持者 他们在这一次的补选当中 把票都投给了安华 所以才会让安华以大比分的漂亮的成绩胜出 当然伊党也获得一部分的巫统 或者马来人的票数 所以伊党在这一次的补选当中 他的得票的票数也增加了800多张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安华大胜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他没有碰到真正的对手 原因是之前我们大概都有点担心 说安华面对的很可能最主要的对手 除了伊党之外 就是在位22年的申州 州务大神摩曼伊萨 担心他的参选会影响到选情 毕竟波德森是他的老巢 而且他在波德森底下的其中一个国会议席 担任了9届的州议员 是个势力非常雄厚 又是地方诸侯的一位领袖 他也曾经担任联邦支较区部长 但是成绩出来之后 他只获得4200票而已 连按贵金都输失 那么这一个对他来讲 对69岁的他来讲 说他其实真的是可以告老还乡了 这是选民 特别是巫统党员 对他的给他的一份羞辱 堂堂的前大臣 前联邦部长 连竞选你的老家 你连按贵金都不保的话 你不退出政坛 难道你还要等待下一次 再被羞辱多一次吗 那么自己其他的候选人 就不只得一提了 但是我还是要提就是塞夫 塞夫只获得82张多数票 证明他之前打的这些钢胶 之类的东西 完全没有引起选民的关注 选民彻底的把他丢进垃圾桶了 那今天就是安华第一天 重返国会 那志峰你认为 他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他只是一名后座议员 那么之前他不断的强调说 他的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国会的改革 然后要进行各种各样的制度上的改革 那么听起来国会好像是他的主场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只是政治上的修持 国会不会是他的主战场 因为国会一年只开三次 三期的会议 分别是在三月六月以及年尾 年尾是提升财政预算案 所以年尾的国会的期限会比较长 那么一年开三次会议 如果我们看回去过去十年国会下院开会 平均每年开会的日子呢 不超过六十天 那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六十天的话呢 占多少巴仙 其实只占了十六点四五巴仙而已 所以那么其他的日子 安华要做什么呢 安华现在重返政治核心之后呢 他担上YB 那么他最主要的工作呢 其实是在整顿这个公正党 那么同时在处理西蒙 以及处理他跟东 他跟这个顿马之间的这一个关系 那么这一点呢 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工作 国会呢 不会是他的这个主战场 那么如果他身为未来首相 他把他的这个格局 跟把他精神都放在国会改革的话 我觉得说是大财小用 也小看他的这个能力了 是 当然呢 关于呢 安华回到国会 以及呢 接下来呢 前往呢 这个担任首相的这条路上 到底还有什么是我们需要关注 或者安华接下来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也要请你留意呢 待会六点钟的下班有话题 蓝主编呢 待会将会客串 在下班有话题跟我们聊更多 会有延长版 是 接下来我们就先打住一下 下一段回来呢 我们来关注啤酒节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